大家好 多謝大家收看我們名人站的YouTube Channel 我是Maggie 今天想跟大家介紹 Kuchi 的其中一款袋款 它就是 Ophidia 的圓形迷你包 亦有人稱它為圓餅包 其實在近幾年 很多女士都會發覺 圓形這款包在很多牌子都會重新推出 這個搶眼的外形帶一些比較可愛 又有跳皮的感覺 所以令到很多女士們也愛上這個設計 因為它可以隨意配搭 亦是比較容易配襯衣服的款式 首先來看看最經典的設計 它用回最原始的PVC物料 這個雙G Logo 都是原色來的 大家應該對它都比較熟悉 配搭紅綠的帶 都可以說是Kuchi裡面最經典 亦是第一眼看到它就知道它是Kuchi的經典款 其實整體的設計你都會看到 它除了是PVC之外 而且整個外形都會圍爍一架啡色皮格 牛皮來的 這樣圍爍爍呢 其實令到它都會比較吸磨一點 亦都會耐用一點 它前面也會做一個比較復古懷舊一點的 一個好像利仔的蓋蓋 上面印上一個Kuchi Logo 我們來看一下它們的內力格 它拉鏈也會做一個特別的雙G 在這裏做點綴 亦都沒有那麼單調 亦都會女性一點的感覺 其實這個款式 大家可以看它內格 它是用一個game 皮的設計 所以有種比較高貴一點的感覺 其實有時客人問 其實圓形袋 它究竟能不能放東西 因為看上去好像一個圓形 因為基本上銀包或電話 都是長方形或正方形 它這樣的設計 其實它能不能放東西 雖然說它是迷你款 其實我可以放一部戴電話給大家看 其實它就算戴電話 垂直放下去 它其實都是放得下的 或者放一個小小的銀包 你看到它放完之後 其實你說現在可能放少許搓手液 或者放唇膏 其實這個尺寸 其實也是足以可以放得到的 它推出了這個圓形的手袋之後 因為其實這個袋款它出的時候 其實也很受歡迎 很多女士去找 或者怎樣 它就演變了另外我旁邊這個款 這個款式 跟它的設計大致上都是一樣的 它有甚麼不同 為甚麼我要一起推介給大家 因為這個是屬於背囊款式 它配上兩條肩帶 所以令到這個款式更加型格 可以說是很多女士 喜歡一些小手袋的時候 就會用這個款式 但是看上去 你也看得到 它們比起剛才的斜背袋款 它是更加小的 其實這個款式究竟放到甚麼呢 其實剛才那個銀包它都放到的 但其實很多時候用這麼小的袋 其實銀包都不會用的 它最貼心之處呢 大家看到裡面 它都是鏡皮 但你看到它這個和剛才那個不同 它這個會有卡位在這裡 其實可以讓你放卡 或者放些Tisue 或日常用品 就可以了 其實銀包都不需要戴 你說真的要戴的話 又想放得多些東西 你可以用一個小一點的銀包 或者卡包放在裡面 都可以的 現在我們就試上身圖給大家看 首先試斜背 斜背袋這個 它也是看到 它也是配上金屬鏈 它這裡也會有皮位 所以其實你背起來 是會比較舒服的 這個長度 它除了可以側背之外 其實你斜背也OK的 大致上應該亞洲女士 其實都可以用得到 這個 而另外這個背包款呢 很多女士 譬如我不喜歡雙肩 首先可以試了一個單肩 給大家看看 單肩配合型格 那些服飾 其實都很好看 除此之外 當然它是可以做背囊的 好 做了背囊之後 就是現在好試一下 流行的小小手袋款 好 大家看完我的介紹之後 不知道對它們兩個 喜歡背囊多些 還是斜背袋多些呢 如果大家對它們有興趣的話 不妨來到尖沙咀門市看看 最尾都會有我contact 卡片 可以WhatsApp或者WeChat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